他幹嘛 他只有車子停下來 轎車路口左轉 前方白色轎車突然急煞 後方駕駛嚇了一跳 差點撞上 趕緊按喇叭示警 想不到卻引來另一場糾紛 你手在那邊是跪的嗎 我手在那邊帶轉不會嗎 是帶轉嗎 是帶轉啊 一名女騎士追了上來 在馬路中間攔下轎車 不斷質問駕駛 為什麼對他按喇叭 雙方就在大馬路上不斷爭執 交車駕駛擔心影響交通 情侶騎士一同到路邊 繼續理論 我只是要問你 為什麼剛剛巴 那為什麼我不能巴 那為什麼要巴 為什麼我不能巴 那為什麼要巴呢 奇怪 為什麼我不能巴 我巴是要你注意一下 對不對 就是要你注意一下 雙方在爭論的過程中 不斷跳針 這名女子理直氣壯 認為自己沒有錯 要求駕駛解釋清楚 但是駕駛反問他 難道你的行為就是對的嗎 因為這名女子 根據行車記錄器的畫面 很明顯是騎在斑馬線上 造成左轉轎車急煞 差一點就發生車禍 我巴是巴前面急煞 我沒有看到你 好 是不是 你騎在斑馬線上是對的嗎 女子後來還叫自己母親 到場駐鎮 母女兩人強烈要求要對方道歉 駕駛忍無可忍 通知警方到場處理 女騎士得知遠景要開單 並請駕駛提告妨礙自由 女子瞬間從嗆聲便道歉 但再看一次 女騎士不依規定在先 卻反罵別人不對 這樣的行徑實在是太誇張 記者周視頻桃園報導